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又來小短哥這邊了 今天終於要來牽我們的車了 身後那一台 你看印象嗎 303 放著放著也放一年喔 這麼久了 驗車驗兩次耶 第三次快到了 所以一定是超過一年以上 整年的什麼東西 我們等一下直接問一下小短哥 驗車還蠻有驗的 可是說沒什麼狀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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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過年我們要趕快弄回家 放了一年了耶 對啊 要第三次驗車了耶 我已經驗了兩次 沒問題啦 透透了 這回去直接可以驗了 因為上一次你開來的時候 沒動了嘛 那個煞車背力氣壞掉了 所以你一腳就到底 我移車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你們很勇敢耶 然後這次我回來 這一年基本上都沒有賽 我知道把那個煞車背力氣 換了一個加大型的 因為傳統的比較小 那因為這台車 動力跟輪距都有一些提升 所以我直接幫你換 比較大顆的 比較有動的 喔 就有這個這個 我看到了 有形柑柑的 所有的車都有自然舊化的風格 只有那顆是最新的 機油跟水 其實我都有幫你都整理過 都換過 基本上這台引擎的條件跟 動力其實都不錯 我有一點可惜 就是這個車屋頂 放我這邊 因為有點戶外 我對你們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場地有限 所以它有點碰趴 這個車有一個 就是固定會秀的地方 其實這個車 旅行車都會這樣 因為這台車 基本上以前沒有被放那個 置放架 所以這水軸到這裡 水槽這個都還很漂亮 可是這裡就有 開始鼓起來了 這個接合處 所有的旅行車 就是樹立這個旅行車 都會爛這裡 這算它的通病 對 這個是一個焊接點 然後這邊也稍微有一點點 就跟上一次 阿比亞一樣 不然其實這部車 板金當初應該是花蠻多錢的 而且這個很厲害 它電池後移 所以那時候你來的時候 我打開 阿怎麼沒有電池 電池去哪裡了 堂起來了 堂到後面去 而且還做了一個很漂亮的 盒子把它擺起來 其實換了去的時候都很怕放 幾乎兩三個禮拜 我都會去發動一下 讓水循環 然後油路的 不要堵住 因為其實現在汽油 我這幾年修發現 現在汽油的揮發性很高 揮發完之後 它以前是膠質 你可能化精氣噴一噴就會過 現在出來都是粉末 粉末之後 對 你就會堵到更深層 那我們一般能夠清得到 就是這種噴油嘴 噴油嘴清得到 可是本身化性裡面 有很多隱藏的管路 那裡是清不到的 所以它變得更深層之後 以後你怎麼清都清不過了 車子要發動了 要讓它開 才不會放壞 最好是可以開 因為你有在開動的時候 其實發電機才會回充 然後這些煞車的 分棒總棒離而輕 那一頭有在運動 都要運動 其實這部車都可以正常見 車況很好 冷氣都尋好了 冷氣現在超冷 你看隔熱紙可能就是 對啊 都要換了 它有點 不然就要濕掉不要貼了 其實我很多車友 都不太喜歡貼隔熱紙 然後即便有貼都貼淺色 越老的車就不能貼了 對 就是要讓人家看內裝 其實就是風格不一樣 主要是看到誰開的也是 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啦 人很重要 人比車重要 因為老車過去的時候 那是什麼車 我什麼 那種車還在跑 會比我老 大家都慢慢開 讓人家欣賞 美化一下適容 好 那我們就回去囉 謝謝小坦哥 不會不會 謝謝 掰掰 掰掰 我剛剛看錯 音響是這樣喔 我都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 唉唷 它這個也有整理過 它這邊有一次拉砍 我都沒出去看 這隻啊 粉紅色這隻啊 嗯 有冷氣喔 對啊 我以為是怎麼 開這一台會比較適應的原因 就是它或是進台在這裡 會比較好拍 直接趕到前面那個 每次都看不太到 最後要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吃一個 看起來就很厲害的東西 隔壁期待很久 我期待很久 據說中壁也有一間 它電動的 欸 欸 它是電動的欸 不過它後門是那個 手動的吧 手動的 它是幾檔啊 四檔 應該是吧 欸 不過它這個套子都破了 欸 對 我可以看到馬路咧 你有看到嗎 有啊 哈哈哈哈 我看到喔 欸 偷車了 新年上網路 我們的人的 會不會啊 會不會更新 會像 耶 我們的帽子欸 我們的帽子 對啊 看起來Fugus沒有比我帥喔 哈哈哈哈 這都沒有動了 這是TEPP的 出網 不過它的錄影帶已經 嘎了 啊 葉艾琳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 專賣 Ultra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你買了什麼 兩個喔 兩個全雞炒飯 哇靠 過年一樣大咧 這邊沒有內用 它就過年才有開放內用 這樣一份多少呢 180 180 180有個炒飯 炒飯就要100塊了 但是雞才80了 炒酸80好了 但是雞才100了 偉大的網友 康四眠的台語怎麼唸 康喜帥 康喜帥 我唸錯 我是覺得是沒錯啦 沒來喔 我沒動 他不是說 有煞車嗎 有煞車 可是 我跟你講 它的煞車是 引那種年紀的煞車 不是我們的年紀的煞車 煞得住 可是它是慢慢煞下來 不是像在我們的車一樣 定竿那個就砰 就馬上停了 所以為什麼老車都慢慢開 原因就是這樣 有些突發狀況 真的是 沒辦法反應 我快餓死了 剛好在塞車 我先吃一口飯好了 我覺得應該就是都 正常口味而已 這卡飯而已吧 沒有料吧 沒有料 飯就一般 還有點賣點就是 就是雞而已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多大的雞 來 蠻大的 我的雞喔 流水了 這樣蠻大的吧 跟你的臉一樣大 很大啦 你看 可以啦 它已經有點冷掉了 不然應該會更好吃 剛剛我們一直開 就覺得很香 太爆雞耶 對啊 它不會很柴啊 你看 欸 欸 這肉肉耶 你看 很厚耶 肉是很紮實的 一隻雞的成本 有多少錢 像坦白你 一百八 炒飯好了 很便宜好了 三十塊好了 啊這一隻雞也要一百多塊 油炸那樣都是錢 坦白你一百多塊 也是很便宜的 它有胡椒耶 還不錯 我吃 這樣就有 有點感覺了耶 我感覺 吃飽的感覺 肚子有動吃的 它其實很多飯 它有炒飯 廚飯 炒麵 炒米粉 湯 可是它沒有內用耶 對啊 沒有內用 很神奇 啊 湯蠻的最好 應該是這一組吧 沒有 最限量的啊 所以 如果沒有 就是吃不容易 那炒飯也不會 因為我喜歡 吃比較 比較熱的 沒有感覺比較超軟的 可以再利一點 飯有很多 飯很多啊 你看我剛剛吃了 很多口耶 我想說什麼沒有肉 肉在這裡 肉在這裡 如果可以 複個手它會更好 還是油你沒有拿 沒有 它沒有水 你確定 確定 我可以挑那個 會飯 加這一隻喔 好像不行 我炒飯就是炒飯 沒有味道 就基本的炒飯這樣 就是沒有料的炒飯 我吃了快半隻雞了耶 有點像 手扒雞的 這個也是一種噱頭 我覺得 不錯啊 你看到的你不會買嗎 一定會買的 你買來吃吃看 是喔 所以一份應該可以 兩個人吃 很大耶 你不用急啊 剪片的時候你就可以看了吧 很大隻 很大隻喔 我現在吃一半 飯還沒吃到一半 我都飽了耶 一隻雞吃不完啊 對啊 其實目前為止 我飯還沒吃超過一半 雞大概解決半隻 這個是半隻 可是我飯吃比你說 那半隻就是 我們已經可能吃不下 對不對 人調也有差 其實熱的搞不好更好吃 可是它沒什麼味道 可能叫它搭配這樣 我覺得它這個不夠 被我沾彎了 我半隻就沾彎了 所以它口味比較偏淡一點 所以應該加個 再重一點的口味 會更好 還是說 炒飯的時候 也有叫它加辣 炒飯沒什麼味道 但是這種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自己調整 雞其實也沒什麼味道 雞 但是不難吃 雞真的不難吃 對 啊 180是 超 對 我覺得很超值的 對超划算 那你會再去吃第二次嗎 短時間也不會 對 短時間應該不會 除非就是 太太我們這樣一組 一起公家就好了 今天我們就回來了 車子到時候看你要不要烤漆 如果小吃說要烤漆 我們就烤一烤 看你要上架是怎樣 再跟小吃討論一下 今天 就是把車騙回來 要分享這個美食 喜歡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看起來可以到 我才可以帶大家 吃更好吃的 這也是我看到的 剛好去看 對啊 它傳給我 你看我 我這樣懷一懷 太太太 喔這個在我家附近而已喔 走走走 我本來叫他買 今天他說 中午沒有賣 這還有限時限量的 對不對 沒錯啦 好 Yeah 拜拜囉 Yeah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但我意是不是上面有燈嗎 我意上面有燈耶 是不是有燈 是不是我沒有看錯吧 你沒看錯 很帥耶 這次有帥 這次帥到了 欸那 有方向燈喔